博士生王某独自进入秦岭后失联,6月8日,他曾联系朋友报警,称自己遭到黑熊袭击,6月10日,王某被救援人员找到,随后被送往西安交大医护院进行治疗。 王某是西安医高校的博士,校方称,王某在进行完博士生答辩后,独自一人前往秦岭子格域附近游玩,6月8日下午16时许。 王某用手机发出求救信号,称自己受到黑熊袭击,联系同学朋友报警并发送了未知信息,但因为山里信号不稳定,导致定位系统不准确,尽管有数百人加入营救,但搜救难度仍非常大。 救援人员6月10日凌晨6时许,发现了在紫格域被困两天的伤者王某,当日下午16时30分许。 记者在西安交大医护院的急诊大楼,看到了被急救车送来医院的王某,他被抬往急诊抢救室进行治疗。 这个早期的救援到最后早期的处理,是在我们的急救车上的处理,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好,至少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病人,他的生命体制各方面还是可以的,你问他,他还是可以回答的,但是呢,因为这个,可能头面的伤比较重,再加上整个血液夹呀,止血的东西,整个把它护住了,你几乎看不见他的受伤的这个道理的情况。 6月10日,舒茂国告诉记者,由于在救护车上的治疗及时,伤者生命体征平稳,目前要对伤势做一个全面的评估,评估后再给伤者打破伤风,狂犬育苗,然后送到手术室进行救治。 据说是腰上有个孔子,双手可能是有伤,但是这个是伤,是磋伤还是自己摔跤的,现在看不清楚,整个还包得严严实实,但现在这种情况下,肯定不适合把它打开,它就处理, 因为整个它如果要是受伤之后,纸啊,纱布啊,整个把它也就护住了,我们强行去去它的时候是非常疼的,所以这样的一个,我们可能只能把它放到手术室去,在麻醉的情况下,把这些肤料全部换掉,做清创,做缝合,做可能再出才能处理伤口了。 6月11日,记者从院方了解到,王某第一阶段手术已成功结束,清创和部分伤口缝合已经完成,右侧眼球已保住,后期王某还要接受直皮,眼检再造等一系列手术。